中间只有加上这个东西 主要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都会尽可能帮你们用黄色的底色 帮你mark起来 反正你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其实就可以做出你要的 那当然就是你那个固定流程 反正我的习惯 像我做事情就是也是 流程都很固定 所以写程式的流程也很固定 其实基本上都不是实际的 我只是把那个流程run下來 顺了之后 我以后就照这样的流程继续run 发现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一套东西至少做了20年超过了 因为写程式我也写了超过20年 OK 我跟VBA认识非常久 Excel认识他很久 所以基本上 当然就是已经用了一定的熟悉程度 所以基本上你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我大概也都大概 不 我不一定不遇得到 你们问的问题 因为你们的逻辑有的时候跟我真的有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会知道说有些同学会有问题 因为可能有同样的问题 其他同学也会做同样的动作 像瓜虎 果不其然 居然 对 居然就是会做一样的动作 那显然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那些地方都可能会有遇到 所以当然 尽可能避免掉之后 以后你再做这些动作 就会很流畅了 所以 我所谓的就是那个流畅的感觉 那个流畅的感觉其实都没有太多 只是主要就是一个小步骤 OK 一个小步骤你没有跳过 那你后面全部都错了 所以宁可就是慢一点 慢一点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那个你的问题 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你做太快了 你要像我做这么快 那你可能要 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 但是我上课没办法停下来 OK 我是要必须连续的 就像那个武林高手一样 你说老师 那个师父有没有 师父你为什么这个打那个拳 哇 行云流水 你叫他说 那个师父你可不可以慢动作来一次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就是已经那个行云流水那个样子 你说叫他慢 不可能啦 那古时候没有那个录影装处 不能说师父你没关系我帮你拍下 我再把他慢动作重播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可以啊 现在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慢 但是你们可以回头看没关系 反正你爱看几遍就看几遍 然后如果有什么地方 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的瑕疵 你可以告诉我 对不对 我也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其实都很开放的啦 其实刚开始放上去 其实第一个我会觉得说 会不会被那个高手挑战 对不对 会很担心啊 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对不对 会不会被人家踢管 对不对 人家说上课上这么差还敢放上来 对啊 还好啦 所以就要勇气 那勇气的话 会自然会有一些压力 但是有一些压力的话 也是让你进步成长的一个动力 就是你会慢慢去思索说 你哪个地 所以你会发现我十年前路的 跟我十年后路的 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出来 我已经有进步了 OK 而且其实我的竞争对手 不是 没有 不是去跟别人比较 永远就是说 自己跟自己比较 只要你自己跟你昨天比 如果进步一点点 那表示你就有进步了 OK 大概这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动作 基本上大概第一个 我把它再倒回去 第一个我想Colin跟Raw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指的是乘上几倍 那由Raw来决定 上面的编号由Colin决定 OK 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当成一个公式 所以你们等一下 你刚才也可以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要产生 1到160 比如说后面有一题 就是说它需要让你产生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产生一个1到160 像那个 也许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文字游戏 里面也是类似的概念 那我要怎么做后面的 第一个 我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后面Colin的地方 先减掉第一天的位置 那为什么减掉第一天位 因为我要把这个1 搬到我的第一天 礼拜几嘛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后面是先减掉 减掉第一天的位置 再把它加上1 因为它原来有1嘛 它原来在1的位置 那我会向右向下 所以这个地方按F4 锁起来 F4主要是让它不要动 不然你向右 它L 就会变成M N 如果向下 4就变5了 那如果说你希望它永远不要固定 将来一样都抓这个位置的话 记得就是按F4 把它打勾 这个第一天的位置就做出来了 那你向右向下 基本上第一天位置就参考了 记得前后不要再加刮糊了 你就直接把这个剪下来 剪下之后呢 再插入那个什么呢 插入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 我们基本上 先把它剪下来 有没有先放上去 剪下来 然后插入那个逻辑 一辅 那我的习惯是打一个偶尔 钱刮糊 然后把它贴上 所以这个是自己打 贴上 小于1 逗点再贴上 大于什么呢 L3 L3在这里 那记得把L3呢 锁起来 然后呢 后面记得再加后刮糊 这个动作是最容易做错的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刚刚有东西说 老师看你做这么顺 我一做什么 全部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差一个地方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不过 其实你做久了之后 那些细节都注意到的话 真的你就怎么做都对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微触的时候 就空置串 反之怎么样 再贴上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 上面也可以再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结构啦 反正慢慢你看久了之后 它即便再怎么复杂 再怎么变化 其实 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按个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它就会出现没有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 就完成了 OK 所以关键就是 这个地方 我刚才发现 这同学比较容易出错了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要把同样的逻辑 变成VBA OK 后面VBA其实就稍微又是更难一些些了 可是呢 它的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首先第一个 一样先把这边做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前面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资料验证 里面把它改成清单 来源F3 然后年的部分 按确定 这边有下拉清单的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也是一样资料验证 所以也是一样清单 F3 当然你可以把它改成1 斗点到12 OK 好 这边就有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同样 我们的公式干脆直接带过来好了 Ctrl C 这边带来这边好了 OK 然后呢 它的那个 这边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边还没有 这边我把它改一下 这边就有了 2017好了 那这哪一月 那你会发现 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这边有没有 这边如果空的 这边也是空的话 那这边会出现这个错误 表示没有啦 那如果你要避免掉这个错误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边是空的 那这边也是空的 应该记得吧 这个减下的吧 你就插入一个 也是用逻辑判断 那这个地方贴上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空的 所以这个是空的 就是等于空的 那我这边也是空的 反之呢 我就再贴一次 所以其实基本上 就是一个过滤 过滤器 然后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它是空的 那它就是 空的 这个地方 但如果是像这种错误 我更正一下 我们干脆用那个 因为如果有 前面紧的错误的话 那我们干脆用前面讲过 这个过滤器 ifl 这个会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 资料的错误 跟这一样 如果用那个 刚刚不是空的 刚刚是 用ifl 我们来试一下 贴上 那也是空的 主要看到这个 我们用ifl 可能会比较恰当 OK 按确定 里面就没有了 那这个没有之后 这个是变value 错 如果是value 错的话 也是一样 反正这地方 可以减下来 再利用那个 过滤器 只要前面是 紧开头的 一律都可以 怎么样 用ifl 来过滤 它其实还蛮 效果还蛮好的 因为它里面的话 只要做过 可以避免掉 刚刚的这个 这个问题发生 ifl 就是之前提过的 然后呢 顺便我们 把它复习一下 好 那底下的话 这些东西呢 把它删掉 这些都不要 那我们要怎么样 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产生我要的资料 那当然第一个 我要先选一个日期 给它 选完日期之后的话呢 底下这边会有个变化 那我如果我今天呢 要做VBA的话 首先一样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那我总共会需要做几件事 也是一样 前面用Current跟Raw 产生1到42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刚刚Current跟Raw 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VBA的话 就在这里 这个这一段 那我先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先把 这个文字把它 把它注解 OK好 那试一下 在VBA如何产生 1到42的数字表格 OK 那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 有没有 1到42 那你想说 城市几行 城市没几行 其实就是这么 五行而已 外面包一个Sub 叫万年利1 你可以插入程序 程序里面的话 Sub 万年利1 就第一阶段 万年利的第一阶段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做哪些事呢 那当然你可以 其实你先可以 不要看这边 你就用这边来思考 你就会了 那我前面讲过 因为你要输出的范围 在这里 那如果将来呢 你要输出在 Excel的试算表 你就先思考 我要输出的列 在哪一列到哪一列 蓝 哪一蓝到哪一蓝 前面呢 再加上SalesIJ 等于后面的公式 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程式怎么赚写 1 For I等于3到8 有没有 For I等于3到8 应该这个前面写的N变了 应该都熟了 然后呢 For J J是蓝 多一个蓝 等于多少 这个记得A 不要用A 用E E到多少 E到7 所以For J 等于1到7 不就这样写了 然后呢 这个储存格指的是 SalesIJ SalesIJ 指的就是说 我将来输出的 第几列 的第几蓝 有没有 只是蓝跟列 它会用数字来表示 那它会先跑 J 1到7 所以它会先 一样第三列 1到7 然后换下一列 换下一列 那再来的话 我们刚刚是Curln跟Row 有没有 那请你把Curln 其实Curln呢 就是蓝 其实蓝在这边 我是用J来代替 Row的话呢 我是用I来代替 所以有没有发现 刚刚那个Curln的公式 不是Curln加上Row-3 乘上7 不就完全一模一样吗 所以未来你要把那个 就是Excel的概念 转到VBA 是完全可以Match的 而且可以完全相通 只是说你要怎么知道 怎么转 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写得出Excel的函数 你VBA就写得出来了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我想没有什么多的 只是说你顶多是要稍微记一下 什么 前面要丢给谁 丢给Sales 是IDO.J 后面就是那个公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输出 这个数字表格呢 就马上就完成了 OK 那第一个阶段就完成了 那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呢 在一样嘛 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 结束就是第一天的位置 跟结束 那怎么样再把 这一个两个东西呢 把它跟现在万年利益结合 输出的时候避开那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 Range L4 L4 有东西 那就直接输出了 那位置 第一天的位置 因为这个第一天位置刚好第一天 所以我把它换一下 换11月好了 11月第三号 所以呢 我就直接 11月输出 那你会发现 这个第一天的位置 那再来呢 就是把它避开 有没有 结果又出来了 OK 所以云端上也有了 万年利1 1指的是输出 1到42 2指的是输出 避开第一天 3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等一下再来看2跟3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产生一个万年利的表格 外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万年利1 2 3 3